在场的这个我们区块链的这个前辈先进大家好 然后在场的贵宾大家好 我是国泰金控输出发 及国泰证据世卫资产部的部长 我叫Cynthia 那么今天很荣幸的来到这个Web3 快点来聚聚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利用区块链的技术 来发行STO募资的一些经验 首先接下来我会用五个部分来跟大家说明 第一个跟大家介绍一下 STO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然后这个在全球跟台湾的 STO的相关的这个法规的 这个框架是怎么样的 那在这样子的法规的这个框架之下的话呢 我们台湾的STO的产品有哪些的特色 跟它的优势是什么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会提到一下 我们在开办这个STO的业务过程当中 我们遇到了哪些的挑战 以及我们对于未来的这个展望 最后我会再提一下 就是我们国泰金控呢 在利用区块链 在我们这个传统金融上面 有哪些实力的这个应用 好 那第一个什么是叫做STO 那STO的话 刚才有说过 我就是利用一个区块链的这个技术 来这个做 包装成一个这个创新金融的一个产品 那么要了解STO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区块链 那刚刚其实区块链的话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就是一个去中心化 然后是一个分三次资料的一个库的这个架构 那当然就是透过节点中心的连结 然后我们可以去更新这个交易的数据 在这个所有的这些链上面 那当然也透过这个密码学的这个机制的话呢 来确保我整个交易的这个完整性跟安全性 那我想这个几个特色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这个这个节点上面就有共识的这些节点的话呢 他们可以去共同来维护跟验证这个交易的这个正确性 好 那当然他也有难以篡改公开透明的这些特性 那透过智能合约的自动化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减少人工的这个介入 然后提升整个整体交易的这个效率 好 那么在区块链上面来讲的话呢 我们有几个加密货币 那第一种的话就是实用型的代币 就像你们可能去币安交易所上面买的这个 做的这个交易 你就可以用BNB来做这个手续费的扣底 那另外一种的话是支付型的代币 就像是刚才所说的比特币 或者是我们刚才前面所提的这个稳定币 那都是有具有的储存的这个价值 可以用来做支付的 第三种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证券型代币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STO 那么STO的话呢 他有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是受各国法规来监管的 也就是说他这个是一个是可以保障 我们投资人权益的一个证券型的这个代币 那他这个代币的话 他表上的就是你对于这个财产的一个 拥有权或者是某种 对于这个某种 只有某种的这个债权 好 那么刚才讲到就是说 他是受各国法规来监管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台湾来讲的话 他就是受到我们的证券交易法来所监管的 那么在2019年7月3号的时候呢 金管会就已经核定了STO 就是所谓的有价证券 好 那什么叫做有价证券呢 有价证券就是你具有这个一定的价值 你具有这个投资性跟这个流通性 那他就是有价证券 就像这边上面所说的 像我们的国库券啊 我们的股票啊 公司债啊 这个认购权啊等等 这就是都是所谓的这个有价证券 好 那么对台湾政府机关来讲呢 证券型的代币 这个代币的的话呢 他视为是一个货品 所以呢 他在台湾的专有名词就叫做是 具证券性只是虚拟通货 好 那虽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已经认定了STO是有价证券 但是呢 在我们的STO法规上面呢 我们能够发行的部分呢 也就只有是债权或者是分认权而已 那像在其他就是国际上面 他们可能所有的证券型的产品 他们都可以来做这个代币化 那在台湾是不行的 我们只局限在这两种而已 好 那么了解了基本的架构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STO的相关的 这个法规的框架 那首先我们了解STO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全世界各国对于这个数位 加密货币的这一个态度是怎么样的 那这个很谢谢我们这个Web3的团队 这个是我从网上面就是结下来的 但是当然就是说 红色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目前来讲 比如说像中国啊 尼泊尔啊 伊拉克埃及啊 摩洛哥墨西克 这些国家其实他们都是禁止加密货币的 是完全不合法在他的国家 那其他的蓝色或者橘色部分的话呢 就是他是承认或者是部分承认的 好 那对于这种部分这些承认的这些国家来看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在其中几个国家里面 有对于STO他目前法规的一些情况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 美国的话是我们这个 就是全世界这个证据市场历史悠久 这个的市场之一 好那他的法规是相当的完善的 那也是被很多国家就是广为就是借进的这个法规 那么他是在2018年11月的时候呢 他把STO纳入的到他的联邦的证券法里面来做规管 好那发行的要来发STO募资的时候呢 他都要向这个SEC来做这个申请 但是相对来讲这个法规非常的严格 所以呢这个美国政府 他为了要这个扶植这个中小企业 为了要鼓励新创 所以呢他们有 另外有了一些豁免的条款 就是Regulation DA plus跟S 好让我们的这个发行人 他可以用比较低的门槛 然后可以来做这样子的这个募资 好那么新加坡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对于加密货币 是相当的这个开放跟友善的国家 那么他是在2017年11月的时候呢 他把STO纳入在他的数位货币发行指南 跟证券及期货法之下来做这个监管 那么同样的跟美国一样 就是你今天要来做这个STO的募资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去要交付这个公开说明书 要跟MAS来做申请 可是同样的就是他们也是有一些豁免的条款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是非公开募集 或者是你的发行金额比较小的话呢 也是可以有这个豁免的这个情况的 好那么第三个部分是香港的部分 香港的话呢 大家知道他现在那个日益下滑的 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 所以他这几年的话呢 他也很吉利的在打造香港成为 这个国际的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中心 好所以那他是晚一点 他是在2019年3月的时候呢 他把STO就是纳入在他的证券及期货条例里面 来做监管的 好那这边稍微提到一下部分的话呢 就是这三个国家他的这个投资人 他都限定是合格投资人或者是专业投资人 那香港其实在去年11月的时候 他就已经取消了这个限制了 也就是他认为说STO并不是复杂型的商品 所以一般的投资的 好那最后一个部分的话呢 是日本日本其实相当早 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承认加密货币可以来成为他们一个支付的一个工具了 可是呢他是在2020年5月的时候 他才把STO纳入到他的这个金融工具和交易法的修订板里面 好那在2015之前的话呢 其实他们的这个产业的话呢 他们自己就是成立了这个成立了协会 然后自己来订阅这个自律的规范 让这些业者都可以来遵循 好那大家可以稍微来看一下 就是说其实呢 国际的情况 他的发行的金额大概也大概就是1亿到3亿之间 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合格投资者的资产的要求呢 也大概就是2到4000万左右 其实跟台湾的法规是差不多的 但是其实台湾的法规其实又在更严格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会介绍一下 好我们先看一下台湾的监管的法规 刚才有说过2019年7月3号的时候呢 金管会核定STO是有价证券了嘛 然后呢接下来他授权贵买 来去订定一个法规 好在2020年1月20号的时候 他就公告了这个法规 这个很长 我们就把它简单叫做STO的一个业务管理办法 那这个STO的业务管理办法的话呢 它里面主要规范的有三个对象 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中间的交易平台的这个业者 那对这个业者来讲 他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他第一个他必须是要取得证券支援商的执照 然后呢你还要再去申请一个STO的业务项目 那你对于这个平台业者 你还有石搜资本额 1亿还有保证金1000万的这个要求 好那第二个角色是发行人 那这个发行人来讲的话呢 他只要是依照公司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但是呢他必须是非上市贵新贵的公司 好第三个角色是投资人 那这个投资人呢 他要求你必须是资产超过3000万以上的专投户 好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一档的STO的话呢 我的目资上限只能3000万美元 好那当然这个3000万美元的话 我可以设定是你可以就是发行人给你固定收益的债务息 或者是你是享受这一个发行人营业盈余的这个分锐 好就是只有这两行而已 好那这个好几 今天平台业者我帮他这个不同的发行人发了好几个3000万之后呢 我的上限我只能2亿 也就是大概我只能发的6档之后 我就到上限了我就不能再发行了 好那另外投资人来讲的话呢 你如果是法人你对这个投资金额是没有限制的 但是如果你是个人的端投户的话呢 他也是有上限就是30万 好 另外到了次级市场这边来讲的话呢 在桌面的平台业者之边 就是必须在我们不太正确的这个单一平台上面 跟我们来做溢价来做次级市场的买卖的 好那么大家看一下刚才的这个降落图 有没有想到以我传统来讲的话 我们以前的这个证交所啊 或者是我的OTC啊或者是我的基保 好像都没有在这个里面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角色全部都跑到我们 STO的平台业者上面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平台业者的角色 是非常多重的 我必须是辅导发行商 我又必须要建置交易所 然后呢我又必须要创造流动性 要提供报价的一个造势商 然后我又必须要去保管这些STO的代币 我要去做几副结算的动作 另外我也还要再建议一个这个公开观测站 来让这个投资人能够随时的得知我这个发行企业的这个营运的重大的情况 另外我也要定期的去监督发行人要去复习还本 另外的话呢我们也要非常的手拧我们的这个STO的法规 然后依据这些法规的话呢 我们要去规划整个的STO的这个业务流程 最后这些都好了之后呢 我们还要想办法说 我怎么样把这个产品能够去跟我的市场去做推广 去包装我的这个产品 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来讲 STO平台业者的角色非常的吃重 这个责任非常的吃重 所以可能也可以知道就是为什么法规上路以来 都没有人要做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边 好那么我们看知道了了解了我们法规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台湾STO的产品特色有哪一些 然后它的优势是什么 好STO的话呢 你必须要在去团链技术建造的一个单一的交易平台上面 来发行这一个STO 然后呢它适用的法规除了证券交易法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刚才所说的STO的这个业务管理的办法 好那他们对于发行企业的要求 其实只有一个条件就只有非上市规新规而已 只有这个条件而已 好那目资金额刚才讲过只有3000万 那它的这个凭证的话呢就是债务型或是分软型 然后一个单位就一颗只要1万块就好了 好那另外它的这个投资你的TA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专头户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 它的这个结算的时间 我们目前是当天去做结算 那之后如果要是有了稳定并跟智能合约的引进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到及时的这个清算 那大家可以看到HTO的这个优势的话呢 当然就是发行的门槛非常的低 然后所以当然也就因为这样子 你的成本就也就低了 那另外你的这个HTO的这个法规也会比较 叫你的IPO来讲会比较宽松一点 好那唯一就美中不足的地方的话 当然就是它的募资的上限跟它对于专头户的这个要求 好那这个是我们可能会去想要跟 主管机关沟通跟突破的地方 好那这边的话就可以让他大家知道一下 我的专头户的资格 当然就是机构法人啊 或是高仅值投资法人之类的 那对于自然人来讲 刚刚说过3000万以上的财力证明 另外你投资人还要必须要具备有 我们结构性商品 就是所谓的衍生性金融性商品的交易经验 然后你还必须要去金融商品专业 知识考试要70分以上 你才能够来买这一档30万的产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可以推广的族群 真的是很有限 所以这个难度其实真的是相当的高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举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的话就是我们去年 国泰政界所发行的阳光绿域债务型的这个STO 好那这一档的的话呢 就是会固定的这个复习给我们的投资人 然后到期会还本 那我们的发行人的话呢 就是我们一家这个 在森林的业者阳光福特加 那我们的这个产品的条件的话呢 就是六年期的这一个产品 然后是每年复习到期还本 利率是3.5% 那刚才说过一颗是1万块 那我的发行总额也只能3000万 所以我也只能发3000克而已 好那除了这个3.5%之外呢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新领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们为了要新领投资人 所以我们也就是跟发行人这边合作 希望他提供了给我们一个额外的一个赋能 就是一个绿电的优先采购权 也就是说你今天来 申购这一档产品的时候 你是可以享有低于市价的一个绿电的这个需求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SEO的这个挑战 我们刚刚前面 就是我们在发行的当中的话呢 我们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挑战 然后我们我们的这个要怎么样的因应 一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是非常失贵的公司 所以非常失贵公司的话 它是没有性贫的 所以你没有性贫的这个企业 你怎么样让你的投资人就是安心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第二个部分的话 因为我们是到市上我们要报价 所以怎么样是有一个合理的这个报价 好这个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点 好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法规 我们的SEO法规其实只有60条 但是它很难去涵盖 所有的这个面向 好去做相关的这个规范 所以后续我们必须是要跟主管机关 就是很密切的这个合作 来跟他们进行相关的法规的调整 那在这个法规里面其中有一个部分的话呢 对于我们业务推展是比较有困难的部分 其实就是刚才所说的募资的这个金额 以及相对应的它的发行的成本 就是是有点不成正比的 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困难的地方 最后一个地方的话呢 你找到了发行人 你也设计了发行的条件 然后你好不容易定价好了 然后接下来你要再去对你的这个市场去做教育和推广 好这个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需要克服的这个地方 好那所以常常有人问我是说 既然你前面有那么多的这个困难 然后呢你的券商又要担负那么重的责任 那为什么你们还要投入这个SEO的业务呢 好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全球SEO的成长 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这个后面会跟大家就是再说明一下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SEO是目前台湾虚拟资产唯一合法的一个产品 好第三个部分 我们的证券商是受主管机关高度监管的一个特许行业 然后呢 国泰证券又是受大众信任的一个优质的一个品牌 那我们的客户70%都是出位原生的这个族群 所以他们都是偏好这些创新的这个产品的 那再加上我们的金控跟我们国泰证券的这个长官 他们的这个对于创新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开放的 那再加上我们金控已经有区块链技术的团队 以及我们国泰证券已经有成立了金融业的第一个数位资产部 所以我们有这些优秀的人才做后盾 所以我们是会很有信心投入这个SEO的这个产品业务的 那当然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满足我们客户的这个需求 然后经由我今天有这个信心者的优势 能够开创我们另外一个新的蓝海 最后的话呢 可以跟我们的这个筹资企业发行人可以先建立相关的这个关系 好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SEO的这个趋势非常的这个明确 那这个刚才其实静元也有提到 就是我们BCG预测2030年会成长50倍到16兆 也就是现在是3100亿 然后你过了你到了这2030年就是16.1亿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今天有1000万的这个资产 你把你的1%的这个钱拿出来的话 你到了2030年你就有500万 这样子有没有很心动 好那另外的的话呢 这边也是刚好上周有看到这个报道 就是我们的金管会他们也正在就是探索的这个金融资产的这个代币化 好 那另外的的话呢 在央行这边来讲 为了要配合我们的这个基金代币化的部分的话呢 同样的现在我们的那个CBBC跟我们的稳定币的这个部分呢 同样的也是在探索当中才能够满足我未来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清算的这个需求 好那么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国泰金控在这个传统金融上面的一些应用的这个实力 好那大家都公认就说区块链的话呢 是在未来20年是最有发展 最有这个应用价值的一个领域了 所以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成立了区块链的团队 那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有先做了一个电动车车联网区块链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 然后把这个车主的驾驶行为上链之后呢 然后可以去用比较低的费率来申请这个保险 那2021年的时候呢 我们跟我们的几个银行的同业 我们也成立了环球贸易共享区块链 来解决我今天这个企业 他在跨银行之间去做重复融资的这一个问题 2022年的时候呢 我们也找了14家的产险同业 来成立了产险联盟区块链 同样的来解决就是客户他重复理赔的这个问题 那2023年的时候呢 就是去年我们就发行了台湾第一档的债务型的STO 然后同时呢 同一年我们也跟我们的国泰产险这边 也利用了Trainlink和预言机的这个机制的话呢 来解决我们班级融物险的自动理赔的这个问题 好那今年的话呢 我们的展望就是我们会继续深化我们的STO 那我们今年会来规划我们的FerencingSTO 另外的话呢 也会跟我们的银行来合作稳定币 然后跨链到我们的STO的交易平台 来验证说我们可以做这个 这个款券同步交割的这个实验 此外我们也会 就是规划这个NFP的数位会员卡 以及我们也会来进行这个DID 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金融护照的这个相关的专案 那以上是我的介绍 那如果说大家对于发行STO有兴趣的企业 或者是说也想要投入一起来发行STO的话呢 都欢迎大家来跟我联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